嗨大家好我是Mai 歡迎來到我的YouTube Channel 大部分人聽到在家練翹臀 應該都會直接聯想到 深蹲或者踢腿的一些動作吧 然而今天要來告訴各位初學者 或者剛接觸健身的你 除了深蹲之外 還有其他更為優秀的鍛鍊下肢的動作 甚至比深蹲更能有效的打造我們的臀肌喔 大家所熟知的深蹲主要鍛鍊的是 大腿前側以及臀肌 然而如果你想要好看的臀型的話 除了臀大肌以外 你可能還需要多加鍛鍊的是 臀中肌以及大腿後側的肌群 才能讓你的臀部有一種提臀的效果 在臀腿的鍛鍊上也會更全面 更加的提升整個臀腿的力量 如果你想了解這集的內容的話 就跟著我看下去吧 GO 首先還是來跟大家介紹最基本的深蹲 預備動作兩腳約與寬部同寬 膝蓋微微的外旋 挺胸 背部保持平坦 核心收緊 站穩後下蹲至大腿與地面平行處 並以腳跟發力 用臀腿力量起伸 那下降的時候是吸氣 上升時用嘴巴吐氣 常見錯誤一 在動作一開始即讓重心往前壓迫到膝關節 使膝關節容易不舒服 也無法有效的刺激臀肌 那如果是初學者的話 可以在後方放將椅子 坐椅子深蹲 清除到椅子圓束後即可起身 常見錯誤二 駝背 正確的姿勢的話 應該要抬頭挺胸 直視前方 下降的時候上半身會微微的前行是正常的 讓你的核心收緊 背部是保持平坦的狀態 那如何讓臀部更有感呢 會建議你下蹲的幅度應該要增加 並將意識專注在大腦與肌肉的連接 進階變化 停頓深蹲 重心維持在下方 做小幅度的停頓深蹲 感受到臀肌的收縮 接下來要介紹的動作是分腿蹲 分腿蹲為何如此的重要 原因是肌肉系統在單腳訓練時 會有更加的效果 而且可以啟動更多的臀大肌以及腿後側哦 分腿蹲重點一 雙腳一開始要與寬部同寬 重點二 重心要放在前腳 雙腳屈膝乘90度的下蹲 大腿與小腿是乘90度的直腳 常見錯誤一 膝蓋內夾不穩定 正確的話 膝蓋與腳尖應該要乘一致的方向 常見錯誤二 重心前移 容易使膝關節不舒服 因調整佔據 常見錯誤三 下降的幅度不夠 比較不易刺激到你的臀肌哦 那在下降的時候 膝蓋和腳尖要朝一樣的方向 膝蓋注意不要內收 盡量使曲幹維持中立 並穩定髖關節朝向前方 那如何讓臀部更有感呢 會建議佔據增加並提升你的下蹲幅度 後腳的膝蓋甚至可以輕觸地板 感受到臀肌發力後再起身 第二個 慢速控制的分腿蹲 什麼意思呢 慢速大約三到五秒的下降 提升肌肥大的效果 多多去感受到你的臀部 進階的變化是保加利亞的分腿蹲 將後腳支撐在高處 下蹲使重心集中在前腳 後腳用於保持平衡 主要刺激單側的臀肌 常見錯誤膝蓋前移 常見錯誤二 也是下降的幅度不夠 你可能只有刺激到大腿前側哦 常見錯誤三 膝蓋內夾不穩定 並保持膝蓋與腳尖 成一致的方向 並保持膝關節的穩定哦 如何讓臀部更有感呢 會建議佔據增加 並提升下蹲的幅度 接下來要跟大家介紹的是 單腳硬舉這個動作 單腳的羅馬尼亞硬舉 能夠斷裂到臀大肌 以及後側的力量 對核心平衡單腳支撐能力 皆有所幫助 並比起分腿蹲 更多了大腿後側骨二頭的參與 常見錯誤一 很有可能會做成分腿蹲 要注意的是 在做硬舉的時候 膝蓋並不會刻意的彎曲 讓你的上身前傾 屁股往後推 感受到大腿後側的伸展 第二個 膝蓋鎖死 那膝蓋的話 我會建議可以保持微彎 大約10到20度角 並不刻意鎖死 常見錯誤3 在下降時 骨盆容易不自覺的翻轉 正確動作 骨盆應該保持穩定正直 並不翻轉 進階變化 進階變化 可以將後腳抬高 做的是保加利亞的單腳硬舉 佔據會比保加利亞分腿蹲 再窄 那一樣上身前傾 屁股後推 下降十次肌臀肌 以及大腿後側起身 接下來要介紹的是 側躺開腳這個動作 是很棒的鍛鍊臀肌的動作 妹來跟大家介紹一下 一開始的話側躺 兩腳的膝蓋彎曲 下方的腳支撐於地 收縮臀肌將身體上抬 膝蓋可以順勢的打開 打開之後再慢慢的下降 常見錯誤的話 為使用臀部發力 臀部應該發力上抬 常見錯誤2 幅度不夠大 也就是你沒有上抬至極限 而且速度太快 沒有感受到臀肌 那簡單形的話 大家可以做的是側抬腳 也是將意識放在臀肌 讓上方的腳打開之後 再慢慢的下降 接下來要介紹的動作是臀橋 也是鍛鍊臀肌很棒的一個動作 那一開始的預備動作 會先成一個握躺膝 膝蓋彎曲 收緊你的臀部 由臀部發力抬高至極限之後 慢慢的下降 讓你的肩膀到膝蓋成一直線 以腳跟為支點 持續的感受囤積 強健錯誤1 是拱背 而且速度太快 會讓你沒有辦法 好好的感受臀肌 正確的動作 不要刻意拱背 而且視線朝前 讓上升成一直線 注意收縮臀肌 強健錯誤2 節奏太快了 沒有轉主與臀部的肌群 正確的動作 建議感受臀部收縮的發力 在上方可以停頓一秒 甚至更久 再慢慢的下降 接下來要介紹的進階變化是 單腳的臀橋 將上方腳抬高 用下方腳跟發力 主要訓練的是下方腳的臀肌 強健錯誤 在上台的時候很容易 骨盆會翻轉歪斜 應該要將你的骨盆 維持穩定正直不翻轉 可以用手來扶著骨盆 那如何多感受臀肌呢 我會建議大家可以練習在最上方 也是頂峰收縮的時候 停頓個三到五秒 並且慢速的控制下降 那我覺得很多人會有的迷思是 練臀腿好像是只有年輕女生的專利 但是我認為不論是女生 男生或者是你上了一定的年紀 其實都要好好的鍛鍊我們的臀大肌 以及腿部下肢的肌群 那原因是為什麼呢 我們的日常活動啊 像是移動身體 或者是去撿地上的東西 做一些家事等等的運動 其實都會運用到我們的臀部肌群 如果你多去鍛鍊臀肌跟臀腿的話 你可以加強的是你的髖關節的活動度 以及你整個肌力跟穩定度 都可以有所提升 我覺得這個也可以大大去幫助你日常的活動 第二個我很常被問到的是 那我覺得這個問題真的是會讓我覺得有一點點小尷尬 因為你們也知道 就是你作為人 你的臀腿就是擋在一起的啊 難道你是一個足甘叉的魚丸嗎 啊你父母給你這樣子臀腿 啊他們就是連在一起的啊 啊你練了腿就是會有臀啊 你練臀就是會有腿啊 所以這個應該是視為一個整體來看 當然就是像我今天有跟大家講一些動作的細節 比如說你去多focus在你的臀肌 你的下降的幅度的範圍拉大 或者是你多意識到你的臀部的收縮 掌握一些細節可以幫助你的臀肌的感受度 但是如果你想要你的臀部的維度變大的話 你的腿的維度也勢並會稍微的增長 我覺得這個是完全不可避免的 那如果你真的就是只想要一個 竹竿插著一個魚丸的那種臀腿的話 那你就去動手術吧 好那我們今天的影片就到這樣 那希望這支影片對大家有所幫助 那如果你是初學者 你真的沒有器材的話 這些動作你可以每天鍛鍊 或者是每週鍛鍊個兩到三次 那一個動作可以做十到十五下做個三組 我相信就會是一個很完整很棒的一操訓練了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 我們下次見